鹦鹉救火 有一只鹦鹉,想离开家去看看外面更广阔的世界。 鹦鹉飞了几天,又累又饿,来到了一座山林,打算暂时在这里安身。 哎,真是身心疲惫。 呀,你是鹦鹉吧? 我都是听妈妈说过,还从来没有看过呢。 哎,是从内嘎嘎飞来的。 太好了,太好了,你可是稀罕客呀,我要去告诉大家。 哎,快去看呀,来客人了,鹦鹉来做客了。 哦,太好了,来客人了。 我们来给他个惊喜,举行个隆重的欢迎仪式吧。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平时最顽皮的小猴,也为鹦鹉采来了好多浆果,让它吃了个饱。 慢点吃。 你们太好了,这滴水之恩,定永泉相报。 接下来几个月,所有的动物都对鹦鹉特别好,鹦鹉也尽力为大家做事。 我帮你支支鹿吧。 谢谢你啦,鹦鹉。 客气啥呀。 我帮你支支鹿。 我帮你吧。 鹦鹉,你真好。 这些日子,大家都对啊,照顾有家,感激不尽呢? 看,也不能不回家呀,不然家里人老担心了,你们多保重啊。 鹦鹉,我们会想你的。 让我们送送你吧。 大家都回吧,我会再来看你们的。 不久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不好 俺要回去救他们去 鹦鹉飞到附近的河边 将羽毛在水中湛湿 然后把水洒向山林 来来回回了多少趟 累得头昏眼花 几次险些被热浪吞没 但火势一点也没有减弱 反而越烧越旺 你也太自不量力了 凭那点水就能扑灭火山 知道 俺帮不上什么忙 但他们有恩于我 无论如何 俺都要尽力救他们 哪怕和他们一起葬身火海 太感动了 我不能袖手旁观 终于 天神用大雨把火扑灭了 救回了鹦鹉的朋友们 故事里 鹦鹉的行为 值得我们学习 在朋友 亲人 遇到危险或困难的时候 我们应该不遗余力地 伸出援助之手 温柔 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